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这三天的一个脉络 如果你是用反市场的一个心态来操作来看待 还是可以迎刃而解啊 不会太难 只是说这种细微波动的一个转折 那个拿捏的一个分寸 要有一定的实力 要有一定的经验 你才要有办法掌握出那种细微波动的一个转折 简单来讲是如此啊 所以当你掰台股啊 排用大跌300多点 我说强势多头的架构嘛 台股既然已经突破月线跟季线了 月线季线代表的是中线的一个行情嘛 那既然之前的反压 中压被突破 那就变成中多了嘛 所以简单来讲 中多回升波的行情 礼拜台股好像跌了300多点嘛 很简单的一个建议 要敢低接啊 多头行情回档看支撑 跌的时候不买 什么时候买 所以礼拜给你的建议是低接 那礼拜二呢 台股大涨100多点啊 我说礼拜你不买 难道礼拜二才要去追吗 这样对 好像不太对哦 是不是 所以我昨天有没有提醒你 如果礼拜台股跌了300多点 你真的没有出手了 接下来这两天礼拜三礼拜四 你还要上车低接的机会 我总有这样讲吗 你昨天如果用心把我的节目看完 你就知道为什么今天台股开盘会跌66点啊 昨天我已经跟你预告啦 不是吗 所以我昨天特别把这个五一劳动节 帮你省51%的专务活动 特别再开放一天嘛 为什么要特别再开放一天 问些什么 我就是邀请你嘛 接下来这两天 就礼拜三礼拜四有低点 又是你可以上车的机会 这种细微波动的转折的拿捏 没有一定的实力跟经验 真的很难以办得到 谢老师没有在跟你自吹之雷 操盘的节奏性 从大盘的分析跟策略 个股的操作证明一切 就如同礼拜一嘛 他还说受到大盘影响啊 大盘低了300多点吗 同手者趁大盘重做96以下买啊 当然价格在95.3嘛 你去对价很好买啊 没有人会跟你抢 因为大家都在观望 大家都怒怒我怒怒买 那种感觉就是不同样 95.3买泰塑的 买完之后收盘98了 你可以现赚2.7嘛 所以礼拜一的泰塑 有没有现买现赚 然后礼拜二的泰塑 我需要去追吗 我拔就跟你说了 礼拜大盘重做 我该买的都已经买好的 礼拜二 我没有告诉我任何一位委员去买股票 干嘛用追的 昨天礼拜二我已经告诉你 我顶多是减碼股票 我卖了许多档股票嘛 你很清楚嘛 所以礼拜二的泰塑 你有没有去追这个短线高点 亲爱的投资名 同一档股票 我买在95.3平板以下这个位置 那如果你是买在103.5这个位置呢 一张差了8千块 十张是差了8万块钱 那种感觉不一样 所以曾泰塑 你昨天最高的 今天要杀低吗 昨天有人去买这个位置的 你今天有没有杀在今天的低档 如果你还是犯这样的毛病 希望欣勇老老师今天 所提供给你任何一档持股的一个建议 那个盘中低进高出的操盘节奏性 要跟紧一点 要跟紧一点 跟上脚步叫做低风险的一个操作 如果你在那边场外自我观赏 自我操作 还是学不会反市场的 加入我的行业 那你快点 那你快实在 不要每天都在抓骨骚皮 太没钱了 耳温箱的一个松翰 11月1号开始操作 当时二云收年长率不过36% 形态突破买 买在38 买完之后呢 一个灯 两个灯 三天几乎三个灯 选择八档卖在46块半 这时间交易都跟你对过了 很快 三天快三更 大概28%左右 那横向整理一段时间 11月29号上礼拜三 即将冲出去了 我46.3结尾 对 你所看到耳温腔的一个松翰 三云收比二月份营收 成长力道更大 超过一倍 二月份营收也不过成长36% 三月份更好啊 所以你可以放心的把你的资金交给我 千老师对会人的持股 那个基本面是持续性的追踪 如果稍微有风吹草动 那基本面是会衰退的 当然要撤出退出啊 但是如果像这种股票 依然大度成长的 可不可以做接回的动作 可不可以啊 你今天所看到的 有没有额温腔的一个利多消息啊 松翰订单给利嘛 忘到第三季 你觉得你来跟我操作 我选的股票 你敢不敢中压 你会不会买的很安心 会不会赚的很开心 继续看下去 46块半是我卖掉的 很像整理一段时间嘛 上礼拜三 46.3接回 这时间价位 是不是跟你对过了 整理末端强势表态啊 46.3附近买去买回嘛 当然价格在46.2啊 接回之后大涨8.1% 昨天的松翰 尾盘亮灯锁掌停 今天的松翰 早盘我很开心 马上就锁涨停嘛 但是盘中呢 涨停一打开啊 我认为先撤出一下 比较好 因为这几天 这些额温腔的一个干领股票 还蛮热的 所以呢 我今天在它 涨停打开的同时 告诉会员12.04分 市价卖 12.04分我把它印下来 是53.7嘛 你去队子对价 就在53.7附近做 拔档的动作 卖 卖完之后收盘 打到平板附近啊 50.7啊 所以整天松翰的一个架构 两阶段的操作 将近五成 我们来输出看 齐老师一套之心 停留在松翰的一个身上 几个交易日 第一个阶段三天嘛 一二三 三天而已 28% 上礼拜 接回了一个松翰呢 到今天卖出 一二三四五啊 五天啊 三天加五天 叫做八个交易日 累积的报酬率将近五成 完不完美 我怎么带进的 我怎么带出的 够不够清楚 所以 这波的盘势 有那么困难吗 有那么困难吗 我没有浪费到 你一时一毫的一个资金 资金的一个时间效用 短短八个交易日 三天这边28% 这边五天将近22%嘛 28加22不是五成吗 如果你松翰每次用 一百万的资金下去做 买进的动作 八天 变成一百五十万 这是真实的一个迹效 因为我怎么带进的 怎么带出 有没有拿出惠人扣信 来跟你对价 清不清楚 介绍师不仅会带会员买 更会带会员卖啊 我是会带会员卖股票的分析师啊 53.7该卖就卖啊 市价卖很好卖啊 卖完都打下来吗 4万多张的股票 会员好进好出又好赚 昨天我利用台股 大涨一百多点 我卖了一些个股啊 你也很清楚嘛 这档康控是如何从89.5 接回90.393买 到110我还在逢低成绩啊 昨天129卖 这样一波段将近五成 卖在129的康控 时间价位跟你对过了 今天康控我剩几块 剩123 我会有没有卖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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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是我会员 哪一个时间价位 跟你 就是说清老师 电上所秀的抗讯 哪一通是跟你不一样的 嗯 不管是特会还尊容的 康控 不管90.3 93 或是110 或是昨天129的卖点 每一通抗讯 时间价位 有没有一模一样 这个清老师展示的一个 诚信的一个内容嘛 但是如果你跟了分析师 他电上所秀的抗讯 时间价位常常跟你收到的 是不一样的 十之八九 应该都造假 为什么你跟了分析师 要发脚抗讯 很简单啊 就是为了在电上表演他 买最低 卖最高而已嘛 眼光 只为了招收新会员 所以才需要这样的表演嘛 但对救会员的感受呢 弃之不顾啊 对 如果你是救员 看到你们老师 每天都在表演那种 买最低 卖最高的假抗讯 你情何以堪 你情何以堪 甚至有一些分析师啊 也蛮好笑的 每天就把一些个股的最低点 印下来 最高点印下来 然后每天的最低点 都是他买的 每天的最高点都是他卖的 从来没有秀出 他们会员的抗讯 你不觉得很好笑吗 要把一档股票的高低点印下来 很简单啊 但是证据在哪里 证据在哪里 敢不敢跟你们的会员 对时对价 所以呢 那一些发假抗讯的分析师啊 这就是旧头顾的一个思维啊 只为了招收新会员 但是完全不顾旧会员的感受 每天都在表演买最低卖最高 真的很夸张 但是 一位诚信实在的分析师啊 会拿出会员的抗讯来给你对价 新旧会员同等的照顾 也就是说 不管你什么时间加入青年老师行列的 我电脑上所需的抗讯 跟你收到的抗讯就是一模一样 时间加位保证一模一样 你有没有很期待 要成为青年老师的一个会员 你有没有很期待明天要开始来跟我对时对价 很多新旌的会员 他给我的一句话就是 青年老师 明天我要开始跟你对时对价 你有没有这样跟你们的老师交心过 合作过 有还是没有 所以我才跟你讲嘛 你要用最高规格的标准 来检视每一位分析师 不是纸上谈兵啊 纸上谈兵大家都很厉害 最低点当然买得到啊 最高点当然也卖得到啊 因为都讲的而已 是不是 所以不管你检视青年老师 还是检视其他的分析师 要用最高规格的标准来检视 买在哪里有没有证据 卖在哪里有没有证据 而且这个证据跟你收到的证据要一模一样 那才是真的嘛 是不是 所以一位分析师如果 连最基本的诚信都做不到 那还有什么专业可以讨论 没有了嘛 你收到的朋友如果不够诚信 不够厚道不够实在 你还会跟他交朋友吗 你还会跟他合作吗 你还会跟他有生意的往来吗 你敢吗 是不是 所以本坡段的一个盘式 不会太难操作 光是这三天 大盘的一个架构 我如何告诉你要拿捏那个操作策略 应该够严谨 怎么带进的怎么带出的 应该也相当清楚啊 所以包括昨天的郁金光嘛 卖在480 两阶段的操作 加起来236块钱嘛 这时间交易不是跟你对过了吗 保证已经卖得掉 对 上礼拜的高点没有卖到啊 昨天趁大盘大涨白点啊 480卖啊 卖完之后呢 收盘465啊 如果你有能力买10张的 这一通抗讯价值15万 因为收盘是465嘛 今天郁金光也不过小涨2块钱啊 467啊 我卖在480的啊 有没有卖对 有没有卖对 郁金光今天做的一个操作 相当的顺利 因为我讲过 我对他的一个筹码面流向 掌握太清楚了 尤其是法人动向 建老师 某券商法人部操盘是主管出身的 外资投信 对郁金光的琢磨程度 我很了解 所以我才有办法动足先机啊 另外 大股东啊 大股东的一个持股变化 我每天都在追踪耶 所以呢 为什么郁金光 这一大波 两阶段 236块钱 包括今年度 401到608 超过200块钱嘛 三月份 这两趟加起来也有76块钱嘛 76加200 276 276加236 超过500 超过500啊 从今年度年初到现在 郁金光的累计的获利 超过500 今天郁金光股价427 467啊 我竟然可以创造出 500块钱以上的绩效 那代表 下一趟 你跟我买郁金光是零成本的 因为成本我已经帮你赚到了 什么叫做超额利润 亲爱的朋友 之前就跟你讲过了 这波黄金是完大的 他是来真的 你真的要安全带绑好啊 跟亲老师迎接超额的利润 亲老师当你的安全带 我这个安全带没有松开以前 你就好好的跟我抱波段 我赚了几档波段 你不清楚吗 包括这一档 所谓的利基啊 从98.4买 买进 涨了三十几% 我说月线会过 没错吧 月线真的突破了 很像真理我说还会再涨 上礼拜四啊 164卖 如何创造81%的利润 大家有目共睹 只是说利基我卖的有点少啊 我卖完之后还冲高嘛 没有错吧 那今天回到166啊 我卖在164啊 我已经展示一档股票波段的操作了 这一趟 那就留给支持我电视观众 你们去赚 我能赚的我已经尽量赚了 从低档 到他如何突破月线的横向这里 再上去做解码 这81%的利润 不是空缺来风 完整的操作 不管是买点还是卖点 我让给你对时对价 对 会员应该很幸福啊 不管新救会员啦 像是给你一个保证啊 时间价位 我店上所需要的抗讯 就是你们收到的抗讯 就是那么简单 那么干净利落啊 包括昨天你一个红素嘛 我卖在234啊 这张我是买226的嘛 那三天一直没办法充嘛 赚8块钱落袋啊 不落袋尾盘 变226.5啊 回到成本啊 今天是不是又更低 今天剩220啊 你如果昨天不称的大盘拉高卖 今天变到劳啊 探捷变了急啊 你有没有常常犯这样的毛病 包括这档国具 昨天我让告诉最近的新津会员 422可以卖 因为毕竟他已经涨了197块钱了嘛 最好买点是在238这个位置啊 242跟238这个位置啊 当做3月20号嘛 3月23号238嘛 242嘛 这位置买是非常漂亮一个 进场17点嘛 那涨了快200块钱的国具 来到前波的套牢区嘛 所以我昨天发一通抗讯 给我们一个新津会员 手中持有的420附近卖嘛 当然加个大概在422啊 卖完之后呢 尾盘打到407啊 今天国具 我的看法没有改变啦 如果你手中有的 赚很多的 我认为先解码一下 还是会比较理想啊 其实这一通抗讯 简讯 的内容我不是只有 针对新津会员 其实我昨天 特别用电话通知 我几个清代会员 他们是报到昨天 才解码才卖的 就在422这个附近啊 清代会员 但是我亲自电话通知他们的 因为他们资金够大 所以他们可以报完整个波段 就报上去啊 如果我说 我通知我的清代会员 我这句话 是为了吸引同学们的目光 我是造假的 我是随便说的 我是扶隆你们的 我愿意接受老天爷的任何处罚 要在神明面前讲这句话 你认为我是开玩笑的吗 你认为我是开玩笑的吗 所以资金部位比较大的 观众朋友 如果你想成为清老师的清代会员 本能亲自通知的 你自己把握一下 这礼拜如果有什么低档 下来可以进场一个时期点 跟我一起重压 清老师给你的波段操作 太多档了 国具 我让清代会员赚了快200块钱 如果这句话是假的 是我随便编出来的 我昨天是没有电话 通知我清代会员的 所有的清代会员 你来找我 清老师下台预计工 废位全部退还给你们 你要几倍都没关系 诚信实在是我的坚持跟原则啊 永远不会改变啊 所以呢 包括今天这一档文贸 我要做拔档啊 之前210买的文贸 来到283卖嘛 赚了73块钱啊 10张73万落袋 那文贸283卖掉 我264有机会啊 机会之后开始很像这里 4月22号257再加码 加码单啊 然后呢 29号253新进会再买啊 那我在上个礼拜四 文贸 九点四八分啊 在269附近先卖出基本单 有时候我先在269这个价位 卖出264跟253的基本单啊 只留一笔加码单 253是基本单啊 只留257的加码单啊 264跟253的基本单卖掉 这我上礼拜四的动作啊 收盘是269 那礼拜一 我也给你看抗讯啊 10点41的文贸 在263跌下来嘛 买回上礼拜四解码部分 有错吧 269有先卖 263 6块钱的价差做接回 当天是收264啊 跌啊 我公开我的抗讯啊 这样够不够实在 嗯 那今天文贸 我认为他进行在整理啊 没办法过高了 所以9点36分通知会员267附近卖 36分股价267.5 你是对价保证性成交 陷入整理 难以表现 暂时没办法过高 267卖啊 卖完之后收盘261.5 今天又卖对了 两阶段的操作 怎么带进了 怎么带出了 我相信你很清楚 休息一下 再回到节目现场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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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护蔡老师 感谢全国老公朋友 今天入会只要四九折 今天入会只要四九折 再开放一天 市场翻线 零八零零八六八三六五 零八零零八六八三六五 现在加入蔡老师行列 即可获得二十年操盘经验的精心著作 蔡老师投资超盘新法 彩色轻装版 简单易懂又实用 是让自己成为超盘手的最佳力气 艺术在手受用无穷 蔡老师入会翻线 零八零零八六八三六五 零八零零八六八三六五 一 提高酒驾违规罚还 罪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 酒驾巨检或巨测罚更大哦 二 呼气酒测值 达零点二五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年满十八岁的同车乘客 三 酒驾再犯 巨检及巨测再犯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没入该车辆 四 酒驾重新考照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要罚六千至一万两千元哦 五 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 或酒饮治疗 不得再申请考照 六 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 酒驾连动人 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这档细菌远的环球青 之前303到375 第一趟72块钱落袋 365接我到昨天391.5 赚了26块钱 两阶段98块钱一个价差嘛 今天环球青跌下来 跌了9块半 买的够低不用担心 今天还有382 长线一个价格 那个价值会保护短线的修正 继续的跟我报下去 该DJ的我还是会DJ 迷你LED的一个惠特 赚半个股本 上离81形态突破 整理末端要不要买 我买在91 买完之后盘中亮灯 我试语保 今天惠特再度的表态 12点39分 恐守者新委员95附近就买 经过一分钟40分股价在94.8 你去对价 95再买惠特 买完之后呢 拉最高大涨9.3%再创新高 所以你所看到的一档股票的一个价值 在他还没冲出去之前 新老师先带你买好买满 这礼拜是母亲节啊 新老师突然有一个idea 天下的母亲都是一样的 天下的妈妈 其实跟劳工同等的一个辛苦 所以我今天特别的告诉你 母亲节的一个专案活动 比照五一劳动节 省51%的优惠内容 你有需要的 记得打电话进来 明天见 现在上youtube订阅运通财经台 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一击在手 走到哪看到哪 youtube24小时 线上直播最及时 分析师精准盘式解析 随选随看真方便 youtube运通财经台频道 随时随地和您online在一起 陈六固菜老师 安排 全国老公朋友 今天入会只要四九折 今天入会只要四九折 再开放一天 需要发现 零八零零八六八三六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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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八零八六